透过景观及展场的更新 科教馆告别了过去殿堂式的形象 营造360度全向度开放的探索空间 以相互依存的缓拨步道 迎接所有人的到访 共融是科教馆的核心价值 不过由外而内 从硬体到软体 追求共融体验的历程并不容易 科教馆是如何办到的呢 过去科教馆的大门口 室内外存在着200公分的高度落差 阻绝游客亲近的绿里花台 影响环境通透的空桥 无遮蔽缺乏绿意的户外空间 不好使用的阶梯广场 及无障碍波道 这些元素让科教馆 总有着殿堂式的距离感 在国发会补助经费溢柱下 2018年开始 科教馆迎来了一连串的更新工程 重要的门面改造工作 交给了吴忠勋警官师 开业到现在让我的理念就是说 其实警官改造并不是在彰显我的创作多好 我认为很重要是说 我在彰显一个土地的价值 改变世界 改变这个空间 改变人的生活模式 我用这样当作目标在执行 观察空间 吴警官师首先注意到原本的设计 缺乏共荣的精神 我们以前传统就是说 正门口都是一个大楼梯 那身这样子都走那个 边边角角的小路 是觉得这样对整体的 那个通用设计 事实上是比较 感受是比较不友善 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 就是说把坡道拉得很缓 拉到一笔十五 友善体贴的设计 一开始却没有被审查单位认可 我们当时在都省的时候 有一直被质疑 我们转了这么多则 对生障者是一个 不方便的一个路径 可是事实上 跟生障者的讨论过程中 事实上他们越缓 是对他们是越好 绝对是一个优势 经过好一番沟通 审查才终于通过 除了拉缓波道 吴警官师也将原本的花台移除 更改空桥的设计 更在门口波道上 规划了流水缠缠 充满绿意的造景 就可以这样一路走进来 那走这个一笔数的坡道 一下子可以走到 植栽前方 一下走到我们的水岸前 那个正前面 利用这样子能够环境 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就是说出入口 除了可以被人家 很快速路过之外 我们最重要在做的一件事 就是说希望大家放慢速度 也欢迎一般人 也不要只是走楼梯 赶快路过 所以变成我们把这个坡道跟花园 拉得非常大的一个主体 要实现这样的设计可不容易 需要突破科教馆的先天构造限制 不过为了让科教馆的户外空间 成为共融使用的公共材 即便困难 科教馆仍选择大刀阔斧展开改变 打除旧的楼板 重新搭建楼板 拉出缓拨 随着旨在加入 新的门面逐渐成型 今天是大门口工程验收的日子 脊髓损伤者联合会 刘金中理事长 是审查委员之一 多年来 他一直积极协助政府单位 努力推动无障碍空间的改良 以目前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发展 无障碍大概会把通用设计放进来了 因为他不会说 我设计一个东西 符合某一个族群使用 我做出来东西 希望是老弱妇孺 大家都能用 他会怎么看科教馆的无障碍波道呢 所以我刚刚走的那一段 它1比16以上 所以很舒服很好用 那再加上整个环境 包括草草的 那就感觉到你很喜欢用它 那现在这样有花有草 绿油油的 有一些造景这样子 那整个港关都完全不一样 它是会让你感觉到 这个环境是舒适 是很贴近人的 除了大门口的水花园 常常被忽略的厕所 科教馆也在更新的过程中 加入了共荣的精神 规划初期 管方就提出了 共荣厕所的设计规定 沉接的设计团队 避开花俏的色彩 整体视觉采用 清浅柔和的配色 对于一个性别友善的厕所 或是空间来说 就是先去打除颜色的界限 当你有过多的色彩 像蓝色 粉红色的时候 其实你某程度是不小心地 界定了某种性别的使用空间 对然后所以我们选用了一种 白色为基地的一个空间 然后在里面选用比较白灯 强调一个比较干净明亮的空间 希望让人走进去的时候 可以尽量把那个视线 跟那个界限可以打开 所有年纪或是所有性别的使用者 都会有一种安心跟安全的感觉 简约聚装饰的设计 是改造的重点 不过在某些楼层的厕所外 依旧出现一种显眼的装置作品 我们在几个比较特殊的 厕所空间的前面 然后都会有放几个 类似艺术品的这个图案的一个装饰品 你试试看它 它本身是一个 视菌或是杆菌被放大之后的一个样子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科学教育馆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 好像艺术品的一种 方式的方式来强调 一般民众在这个空间里面 对科学的融合性 提高他们对科学的一种理解度 除了利用科学元素 拉近民众与科教馆的距离 团队更是模拟不同族群的使用习惯 在完工的厕所里 处处可见他们贴心的设计 其实它最原始的规划的时候 其实是男生女生厕所是各一边的 所以它其实在家庭的使用效率上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那在不同年龄层的时候 它的这个家庭使用的需求会不太一样 有小朋友的马桶 那也有小朋友可以坐的地方 那当然它有不同高度的小朋友的这个洗脸台 那当然它还有自己的更换尿布的地方 其实就可以完整的被照顾到 因为其实在空间使用上呢 使用者们被完全照顾到 会关系到他以后 如果有机会当一个选择的人的时候 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考虑到大众最在意的隐私安全 团队已在细节上下了功夫 在性别友善厕所上 我们就希望说 一进入后就很明确的分别 有小便斗跟这个马桶的部分 那因为性别友善厕所 就等于说 不管是全性别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个 在那个导摆的设计上 就是让它顶天立地 让它的隐私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 展览馆建置性别友善厕所 已成为国际趋势 那么改建后的科教馆 是否有达到国际间的标准 改建以后的厕所 让人感觉非常的清洁跟明亮 性别友善的厕所 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想值 以国际的一些案例来说的话 他们可能想到的那个概念是 零到九十九岁 有各种不同性别认同 或各种不同使用厕所空间需求 然后去满足那个需求 我们在往那个满足所有性别使用者的 性别友善空间去前进的当中 我觉得科教馆的感觉是 他很努力地在一个已经既有的建筑里头 然后既定的空间里头 尽量地去满足所有使用者需要的设施 共融的设施 如果没有相辅相成的展览内容 一样无法吸引不同族群的民众来访 从2019年起 科教馆也开始调整常设展的主题内容 馆方精心打造的 设计我们的世界常设展 从科学的发展始终探究性别议题 希望让民众跳脱性别的刻板印象 用另一个角度思考科学的进程 独特的视角 吸引了强调在探索中学习的无界熟 这个展览也成为他们每年必修的课程之一 我觉得它很特别 它就是把每一个 从中五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这些女性到底做的什么 女性的贡献到底是什么 课本里面 我们都不会去写这些东西 可是在这个展览里面 它去强调了 过去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在展区的后段 馆方更设计了互动式的游戏 让民众透过亲身体验 感受共荣与多元的精神 与树共生之波 要求参与者规划出 不影响原始森林的步道 它这个活动其实让我蛮感动的 他们就真的会去把它拨到 远离树啊 或是绕一个弯 就是他们会真的去做 他们很投入这件事情 我们在课堂上 不会看到它具备那么多创造的东西 我的设计挑战 藉由不同状况题 让参与者设身处地 为他人设计产品 还有其中有另外一个 做一个OKBON 然后它其实上面写的是 给轮椅的使用者用的 但它跟我讲的是 这个OKBON 是给全部的人用的 在这个社会上 不是只能分男生 也不是只能分女生 其实各式各样的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在 未来科技社会当中要考量的 除了同学们 透过这项活动 体验到共同精神 著名的科技公司 也觉得这项挑战 能增进员工的思考 研发与创新能力 将它纳入教育训练 说到展现共荣精神的展览 当然不能不提 大朋友小朋友都爱的 悄悄打打工作坊 融合Steam领域的相关知识 悄悄打打工作坊 让大家在完全不受限的 学习环境里 发挥创意 打造自己的设计 不但比较少出现在 科教馆的年轻族群 被工作方的有趣内容所吸引 台大职能治疗学系 也和科教馆合作 尝试借由悄悄打打的体验 帮助年长者们复健 年龄 性别 背景 当你准备走进这栋建筑物时 这一切都不再是现实 因为你即将走进的是 共荣 权灵 大家的科学教育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